施工設計篇 這邊一開始有很多的用語 什麼的用語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一中土地 我其實在編這個講義的時候 我心裡有想過 前面的技術規則 要不要跟建築法一起弄 後來算了 因為按照課本的順序 你們比較好閱讀 不然這個應該跟前面基地開始 基地面積 見比率一起談 不過一下建築法 一些建築技術規則 你們可能會混亂 我就按照課本的方式編排 好不好 一中土地指一床或兩床以上 帶有連帶使用的建築物所用的基地 建築基地為道路 鐵路 永久性空地 分隔者不能視為一中 被路開過去變成兩邊的 就算這個路還沒有開 你這都不能視為一中土地 建築基地面積的話就叫基地 簡稱叫基地 它是水平投影面積 所以你去買山坡地的時候 不要以為山坡地面積看起來很大 其實山坡地的水平投影面積大不大 因為你能用的大概就是水平投影 你就要蓋房子 你要把它弄平 這個部分 各位有沒有機會站在那個汽車車道上面 你站個10分鐘看看 你覺不覺得腳怪怪的 汽車那個坡道1比6而已 你就裝站個15 3分鐘 5分鐘就覺得腳不太舒服 怪怪的 人的腳還是要立在平的地方比較舒服 所以能夠用的就是平的地方 這是我的看法 好 建築面積的規定非常的複雜 但是也就是這樣而已 來 外牆中心線為主 沒有中心線 沒有牆的就是用柱心線 最大水平投影面積 好 既然講個最大 就有哪些東西可以扣除掉 就不能做最大 所以說你整個投影下來嗎 不是 有地方可以省略 你看喔 電業單位規定的配電設施 防務設施 地下層突出 地下層突出基地地面 沒有超過1.2公尺 車廂板2分之以上透空 深度在2.0公尺以下 不記錄建築面積 他最後意思是說 電業單位就是台電 大樓裡面台電配電單位 他一定要用到你的地下室 大樓 那平面的話 他一定是在你房子哪裡 現在有的新蓋的房子 在車庫前面透天房 在車庫裡面挖一個台電的什麼東西 他指那個地方 你可以扣掉建築面積 但是那地方不太 在透天庫是不影響 大樓就有了 都放在地下室 對不對 台電配電式 對不對 都有 那再來這個是看這個 陽台屋簷建築出入口宇澤 建築外牆中心線 或其替代駐中心線 超過2.0公尺 陽台應該2.0嗎 理論上最多是2.0 但是他還有一個面積的限制 八分之一建築面積 就是2.5嘛 另外一個 TET面積不能超過10% 所以這兩條一起合來看 所以這個面積在計算上 其實是蠻複雜的 這樣講到2公尺以內都算 可以蓋陽台嗎 不是 他還有建築面積的多少分之一 那花台呢 1.0公尺做花台 那你看這邊講 陽台面積的核 不超過建築8分之一 會達8可以達到8.5公尺 但是含TT的話 TT面積的陽台不能超過10% 所以集合住宅還要考慮這一條 你先記這個就好了 透天房子大概就用到這一條而已 透天房子不會看到TT 好 那基地面積這個是 這是比較讓你了解 流色的空地面積等等 基地面積是建築物的水平投影面積 剛剛談過了 外牆中心線 基地位超過1.2 這剛剛也講過了 那陽台屋簷 它有規定 也是扣除2.0 那陽台屋簷 我剛剛也講過了 八分之一 未達8公尺 然後8平方公尺 OK 建範率 建築面積 除以 基地面積的比率 覺得建築面積佔 基地面積的比率 建範率小的空氣就大 建範率大空氣就小 那以前大概限定 建範率住宅區大概是60%左右 上上去就是80 那現在有些變化 農機管制建築面積還有 建築率還有縮小 所以你要看它的農機管制 這是一個核算那個建築面積的例子 沒有時間跟各位講 這是一個以跡靠底 那你就看他們算面積的方式 就是以陽台扣除 然後用一個很大的舉行去算 基地面積是盡量切成三角形來算 那這種東西盡量用舉行來運算 那建管單位還是希望以劣勢 這是以前手繪圖年代的方式 他還沒有習慣用電腦繪圖去點面積來算 那個是算起來滿準的 好 那再看這個建築設計施工篇 我們看一下建範率 剛剛已經講過了 建築面積佔基地面積的比例 那樓地板面積是建築物各樓層樓地板 或其一部分 不是所有樓地板都可以算 可以減掉了 因為他算總樓地板面積 這跟容積管制有關係 所以能省就省 你的容積才可以變得大 這在蓋建築物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在算 設計的人是這樣看的 那在該區化中心線內的水平投影面積 不包括第三款不紀錄面積的部分 不紀錄面積就是陽台 花台多少那要扣除 好 那總樓地板面積包括地下層 應該是不包括地下層 不過沒關係 他這邊寫包括就包括 烏土物 甲層樓地板面積 他是所有樓地板面積的總和 好 那這個部分我就帶快一點 這是講得更細一點 樓地板面積的計算 好 這個我就不談了 這個我們的法規裡面沒有放 這個我是從那個規則裡面在找出來的 OK 那這個部分我就帶過去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你一樣上網去找 好不好 建築技術規則 好 OK 這是講一講讓他們畫畫圖 陽台面積 剛剛也講過了 一樣 好 樓地板面積你看 我就是把樓地板就是把陽台面積扣除掉 梯梯面積扣除 這是梯梯 這是陽台 扣掉之後他的比例是多少 他佔有他多少的比 這個要再算的時候都要核算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看一下基地地面是什麼 這個房子你看蓋在這種山坡地上 這一樣在維修世界拍的 做得好像 好感動 真的很想人就縮小 那個跟哆啦哀夢借一個縮小燈 好像進去裡面住 OK 好 那是真的做得好真實 連樹木都做得這樣子 OK 真的我覺得 去看 鼓勵你們去看 記得 我去德國漢堡 德國 德國是一個很無聊的國家 不要去 不要去他們的首都 他們的首都叫什麼 柏林 柏林雖然是很棒 中央車站很漂亮 但是柏林是 德國是一個很白胆 呆板的國家 真的 你不要渴望在那邊有什麼情趣 沒有 好 晚上七點鐘街上就沒有人了 七點鐘 到八點鐘會覺得怎麼搞 大家都在睡十二 禮拜到禮拜天 你沒有東西 你沒有吃的東西 你找不到餐廳開給你吃 除了華人的 那華人大部分都是 對岸就開的比較多 找不到東西吃怎麼辦 你只好想辦法去吃那些 廣播 賣當勞 沒有 真的 真的少 他們假日都沒有餐廳吃飯 所以自己要煮 OK 好來 七地地面 建築完工和建築外牆跟地面接觸 最低一側的水平面 像這個方法就要找最低的水平面在哪 這方這裡 就是最低的水平面 好 基地面積高低相差超過三公尺 每三公尺花一條基地的地面線 像這種山坡地一定會遇到 不過台灣在山坡地開發裡面有限制很多 這個機會你遇到的機會少了 OK 好 那建築物的高度呢 建築基地地面量到建築物最高的部分的垂直高度 那屋土部分非平屋頂建築物置其頂點往下量 而且依下列規定不紀錄建築物高度 我們看第一個 屋土高度在六公尺以內 會有升降機設備九公尺以內 屋土不是九公尺 是你沒有電梯是六公尺 有電梯是九公尺 屋土突出的部分水平透明面積的核 不能超過建築面積的百分之十五 那其餘不超建築物面積的百分之十二點五 就是八分之一 沒有到二十五平方公尺 要到二十五平方公尺 這是屋土的那個地方的規定 水箱在高度合計在六公尺以內 有升降機還是到九公尺 這兩款是一樣的 那屋頂上面 塔湖就是大概水箱跟這種 壁雷針這些設備而已 壁雷針就可以那麼的高一點 那就不在那個限制內 女兒牆高度在1.5米內 以前防止人要掉下去 跳樓的 OK 那第十款第三目 是第五目的屋圖 非平屋頂建築物的斜屋頂 在二分之一以下 那其他非平屋頂的斜率 超過二分之一 中央主管計畫何可 那看一下屋圖 屋圖的話其實就這些東西 我剛剛講的嘛 電梯間樓梯間 無線電塔機械房 昨天大概也提過一點點對不對 水塔水箱女兒牆防火牆 那雨水儲流利用系統設備 這叫中水系統 各位我們有個上水中水跟下水 上水指的就是從水場來的水可以喝的 中水指的是從雨水收集下來的 那他可以做什麼 焦花 洗地板 洗車 可以 那你要不要經過進水設備 有沒有進水設備 有的在屋頂那個太陽能那個熱水器 他也做進水設備 有一些濾芯 那露天的機電設備 煙囪 煙囪在國內比較少 不需要 你家裡會做煙囪 我們到比較需要的是廚房的煙囪 廚房內有那個油煙 那個是需要煙囪 至於取暖用的煙囪 國內是少 風向器 旗桿 無線電感 屋脊 突出面的管道間有換氣 能源節能設備 突出的屋面 三分之一透空牆 三分之二透空牆立體構架 供景觀造型 屋頂濾化工藝及濾化設施器 投影面積不記錄第九款螢幕 水平投影面積的總和 剛剛講的是那個 那個是2.5% 那這邊講其實 不可超建築面積的30%為限 這個三分之二留意一下 三分之一透空 三分之二以上的話要注意這些東西 好 OK 那至於那個最後一條都是 一定要寫的 其他金中央主管機關合可者 這就是你要特別去申請 好 那岩膏就從地面起算到建築物 岩口底或屏屋頂 面的最高高度 各位知道什麼叫岩口底嗎 岩口就是指那個斜屋頂下來 那個最下面那個點 那一點底下的瓶口 如果人造 那個人字型的烏鞘 它最下面那個烏鹽的下面的鹽高 所以有句話 人在烏鹽下誰能不低頭 這句話 年紀越大越有感觸 年紀輕的時候天不怕地不怕 騎車摔車逢幾針那就算 年紀越大越不行 膽子越來越小 OK 我們看 大概要去檢查 可能沒有膽子 樓層高度我們看 樓地板到上面樓地板的高度 這個有人不是很清楚 不是本格際來 什麼樓地板 從我現在套來面到上面二樓套來面 這個就是一個樓層的高度 不是到這個兩底 不是近寬 不是近高 到上面 那不同的時候 以樓地板面積處於高一次 那你既然不知道它高度不同的時候 我們就用整個樓層來算 樓層處於它的面積 這個很高 平均高 OK 好 天花板高度從地面到天花板 我們教室很清楚 其實你看我們教室是斜的 天花板怎麼算 好 因為我們是講堂 天花板 天花板高度就從這邊到這裡 OK 好 那不一樣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比較算斜的 最簡單是這種斜 這種斜型的就是取一半 取一半算兩邊互換 T型就是取一半來做 OK 好 那建築層數我們看一下 層數的話 地面以上的樓層數的核 然後那個建築層內層數不同的時候 以最多層為建築層的層數 有可能會不一樣 有時候夾層的時候 怎麼算 夾層超過多少算一層 這是秉級的題目 所以就看到建築屋的高度 到這裡 上面是屋圖層9公尺 因為它有塔 這我自己畫 要教學生自己要畫一次 好 我畫圖以前我們建築層 我畫圖以前我們建築層 我畫圖有時候 像那個檢定他們 他們有PDF給我們 我都自己要畫一次 我帶學生自己要做一次我才會做 我今天上課 我沒有把投影片整理一次 我不會上課 不會上 你叫我聊天可以 那我不會上 不知道要怎麼 就卡住那邊 好不好 那像有些課 要我去接我 看一看不行 專長不夠 沒有辦法屁那麼多 講不完 講不出來 趕上 所以這對學生負責 對自己負責 OK 那這個圖你看一下 這就是一般 這很一般 但是這個 這種東西什麼都有 所以我這個圖 我覺得它出的滿有趣 這刻意出的 不是實際蓋的 因為它有很多尺寸 那這個 從地面圖看出很多的尺寸 那我們有一題考題是這樣 那個就是兩樓三 然後這邊有寫 1F樓 2F 3F 4F 5F RF 那這個樓層就是5樓 它考你這個幾層樓 然後樓層的高度多少 看這邊 然後屋圖多少 看這邊 總高度 總高度 總高度在這裡 所以你要會看那個圖就好 好不好 我今天吃飯了 5點就來了 在細飯那邊 慢慢看 慢慢看 考你考這個 就只能圖說那個 建築高度 你要會看 屋圖層高度是多少 就是書本那一題 OK 好來 這是背向立面 一樣 四向立面都讓你看一下 OK 這個是我一個朋友的那個建設公司 那 他很厲害 他就專門做這種小本生意 他就把透天 那個三間 三間改兩間 三間透天改成兩間豪宅 雙并式 三間透天一間四米 三間就十二米 十二米除以二一間六公尺 一間六公尺 整個面寬可以做到雙射庫 就這樣看 OK 那造型做好 這是立面圖 你看到 他樓層高度做三一五 差不多 豪宅氣氛就要高一點 你看到頂層都是 陶甲坡三百 看到沒 你不覺得他變小 OK 一樓一定是做到 一樓做三米六 三米六好 三米六差不多 氣派有 不要四米 四米好高 他跑到二了很累 他們都有電梯 看一下就好 四向一面 還做彩色的 還打光影 給各位看一下 他做這個很厲害 夫妻兩個開一間建設公司 三五年就換衣商牌 給討歲 好來 好 兩個人 一間建設公司 就一個老婆 一個先生 一個叫董事長 一個叫總經理 OK 當然老婆是董事長 好來 就一間建設公司 兩個人 很有趣 我覺得兩個很有趣 那就這樣做 好 OK 來往下看 來地下層 地面以下 基地地面以下的樓層 叫地下層 天花板高度有三分之二 以上在基地地面 我們就視為地面層 好 閣樓 在屋頂上面 英文叫Penhouse 那在屋頂內的樓層 樓地板面積應該在建築物面積 三分之一的時候 視為另外一個樓層 只不能超過三分之一 OK 好 看夾層 也一樣 同一個樓層裡面 面積也不能超過三分之一 這為了防止 以前用夾層偷一層 以前客廳都會挑空 現在限制挑空 必須在客廳上方 那一層 有個故意在裡面挑空 結果後來增監 所以這個法規也很有趣 弄到後來大家都很會挑 那居室的定義看一下 居住 工作 集會 娛樂 烹飪 空間 就叫居室 門廳 走廊 樓梯間 衣帽間 廁所 灌棄室 浴室 儲藏室 機械室 車庫都不叫居室 所以我在算面積的時候 他要求居室面積是多少 這在法規裡面算了 你們可能 對你們監照不太用得到 居室指這些東西 好 這是法規規定的 你要算居室面積 一樣 這個是那個 我還是用儀檢那一套 跟學生上課 跟你們看一下 這個打圈斜線的部分 就非居室部分 必須扣除 面積有多少 要寄生出來 要裂屍 要合理 這邊裂屍的尺寸 這邊要看得到 看不到它可以退回 OK 好 其他還有露台 陽台的規定 露台指的是 實上方沒有任何頂遮蓋物的平台 叫露台 實上方有遮蓋物 我們就叫做陽台 這他的定義上是這樣 所以你要寫露台 要注意他上方有沒有遮蓋物 沒有遮蓋物 才能寫露台 好 集合住宅 就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的建築物 三個 兩個還不算 三個以上 分戶牆指的就是說 我們像大樓 集合住宅 就是這一戶跟這一戶的隔間牆 不能講隔間 分戶 他連房間還有隔間 那叫隔間牆 通常分戶牆會用RC的 通常 你看那陽台多漂亮 這在卡賽爾 我這邊照片全部用德國的 紀念一下 好 以後再慢慢改 他們陽台做的你看都是很 不過他們國家不一樣 因為我發覺拍照為什麼特別漂亮 因為空氣很乾淨 對臉很佩服 在那邊呼吸就覺得空氣很舒服 很空氣很乾淨 然後他們建築物旁邊都會有 都會有 植栽 他們樹木非常多 我們沒有 房子剛好大樹木都砍光了 因為被我硬架弄死了 我硬架都把它鋸掉了 還管這個大樹木 壓給 對啊我們都是這樣 他們盡量把樹木倒出來 這是人家對於環境的概念 跟我們不一樣 OK 好 然後這台陽台 這台漢堡 這台漢堡 這台卡賽爾 這不一樣 卡賽爾是一個很有文化氣息的地方 好 那他的陽台你看看 這是那個漢堡很有名的一個 易北俄 易北俄那個 一個音樂廳 好 那旁邊是漢堡港 很漂亮 這地方我覺得很浪漫 可以去走一走 好 好 那個業績不夠了 去一趟就夠了 不過飛機你要承受得住 那個經濟艙真的不是人說 好來我們看 好 承重牆我們看 什麼承重牆 承受本身的重量跟受地震 風力 傳導到其他外裡的牆壁 這個剛剛有講到承重牆 專照承重牆 帷幕牆指的是說 承載本身重量所受的地震風力之外 不再承受傳導其他 其他財重 叫柯噸沃 柯噸沃在英文來講的話 柯噸其實就是日本講的 我們叫 窗簾 它整個像窗簾 要把建築圍圍起來而已 那這個東西 它不再承受傳導其他財重 它承受自己 因為帷幕講要承受風力 自己的地震力 不是承受所有地震力 這要弄清楚 那防水材料是什麼 看一下耐水性質的材料 人造石等等 這個材料的東西 又是一門學問 好漂亮 他們玻璃一定大片採光 因為他們缺光線 他們不怕曝曬 所以我們從國外擷取回來 就覺得有點不太對 人家的 人家 我們叫本土 Localize 人家這樣很好 就跟外國女生穿個比基尼製正常 對不對 我們這邊穿起來就覺得很奇怪 我怎麼看就是怪怪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 OK 好 各位可以告訴我 各位如果有經驗可以告訴我 好 那不染材料 我會測試一下哪些是不染材料 防火的規定講了很多 你看一下我不念這個東西 混凝土等等 好 那耐火板 有慕斯水泥板 是屬於耐火板 耐燃石膏板 都是符合二級耐燃材料 OK 那其他這些也是耐燃材料 三級的耐燃材料是這些 好 那防火時效裡面有規定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那它裡面還規定 結構構建防火設備防火區塊 受火災時候的耐火時間 這個留意一下 那熱阻性指的是 跟防火時效有點關聯 它跟耐熱防火試驗下面 一面受火能夠一定的時間內 不超過溫度的變化的能力值 這叫熱阻熱性 好不好 好像差不多可以點名下課了 是吧 看你們都排隊點名 是吧 是可以了吧 我們那個 空在不在 他不在是吧 好吧 不要讓各位太累 我們明天再來趕好了 好不好 好吧 那就各位準備好